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亚东医院血液肿瘤科邓仲仁医师 我们讲到喝吐阳性的肿瘤 那是讲说喝吐这个受气 它的表现量过高 过高的结果会不停地接收到生长的讯息 这个肿瘤就不停地生长 不停地复制 那结果病人就容易转移 容易病情地恶化 存活当然就来得短了 我们讲什么是小肿瘤 这说你的肿瘤小于两公分 这个叫做小肿瘤 那虽然说只是小肿瘤 不过喝吐阳性比起喝吐阴性的肿瘤 它肿瘤复发的风险还是高了2.68倍 那肿瘤远端复发的风险高了5倍之多 所以我们都知道大肿瘤 或者说是淋巴结阳性的肿瘤 都要给它用抗喝吐的治疗 小肿瘤也需要 因为要把这些升高的风险把它降下来 尽量降到跟正常人差不多 我们讲到喝吐阳性的乳癌 这个乳癌健保也是有给付抗喝吐的治疗 比如说你如果是淋巴结你有转移的 那这样子健保有给付说你可以一年的抗喝吐的治疗 健保都可以给付 但是有些病人他的淋巴结没有转移 他就没有健保给付啦 这时候我是非常的呼吁我们的病友 如果说你的私人的保险可以cover掉你抗喝吐治疗的费用的话 我是非常建议一定要跟他使用的 抗喝吐的标靶治疗有什么样的好处 之前的研究就告诉我们 早期乳癌喝吐阳性给这个标靶治疗可以减少47%的复发风险 将近50%一半的复发风险 而且最近的研究还告诉我们 这个标靶治疗可以启动我们人体的免疫力 启动免疫球 让他可以去毒杀 去攻击这些癌细胞 让肿瘤不会复发 比较不容易转 就像最近有一个临床上的案例来跟各位网友们报告 一个40多岁的女生 那来的时候呢是左边的一个乳癌 手术把它切除之后 它也是一个喝吐阳性的乳癌 不过它的淋巴结是阴性 那淋巴结阴性就没办法申请到健保的抗喝吐的标靶治疗 那我们就跟病人讲说 你愿不愿意接受自费的治疗 那受限于这个健保给付的规范 还有病人自己也有经济上的因素 所以病人没办法使用 结果过了大概一年过后呢 病人右边怎么又摸到一颗肿瘤 那再把它手术切除下来 才发现是左边原本的这个肿瘤 转移到右边的乳癌来了 也是一个喝吐阳性的肿瘤 那这个时候当然就可以跟它申请 健保给付的抗喝吐的治疗了 讲这个案例就是希望让大家知道说 其实一开始我们总是有选择的权利啦 我们可以选择说 多自费一年抗喝吐的治疗 降低以后复发的风险 那尤其我们现在国家的政策 都有两年一次的乳癌筛检 这是很好的政策 让你可以早期发现早期治疗 那每一个发现的时候都是早期的乳癌 那这边也是呼吁各位的病友们 得到这个乳癌不用担心不用害怕 好好相信你的医生 你要做的事情就是吃得好 睡得饱 还有保持心情愉快 这样子可以让你这个乳癌呢 好好的治疗到位 这样就没有问题了